您好,我是水清 微信公众号水清独名助理配有原著文本 可以边听边看,会优先更新,敬请关注 继续为您播读 《水浒传》第十五回 吴学鸠说三软撞愁 公孙盛应七星俱异 话说当时吴学鸠道 我寻思起来,有三个人 一胆包身,武艺出众 赶赴汤蹈火,同死同生 只除非得这三个人,方才完得这件事 朝盖道 这三个却是什么样人 姓甚名谁,何处居住 吴用道 这三个人是兄弟三个 在几州梁山坡边,石节村住 日常只打鱼为生 亦曾在坡子里做私伤勾当 本身姓阮,弟兄三人 一个换作立地太岁阮小二 一个换作短命二郎阮小五 一个换作火炎罗阮小七 这三个是亲兄弟 小生就日在那里住了数年 与他相交时 他虽是个不同文末的人 未见他与人结交真有义气 是个好男子 因此和他来往 金以豪两年不曾相见 若得此三人 大事必成 朝盖道 哦 我也曾闻 这阮家三兄弟的名字 只不曾相会 石节村 离这里只有百十里 以下路程 何不是人 请他们来商议 吴用道 着人去请 他们如何肯来 小生必须自去那里 凭三寸不烂之舌 说他们入伙 朝盖大喜道 先生高见 几时可行 无用达道 事不宜迟 只今夜三更便去 明日晌午可到那里 朝盖道 嗯 最好 当时叫庄客 且安排酒食来吃 无用道 北京到东京 也曾行道 只不知 生成刚从哪条路来 再翻刘兄 修辞生寿 连夜去北京路上 探听启程的日期 端底 从哪条路上来 刘堂道 小弟 指今夜 也便去 无用道 且住 他生辰是六月十五日 如今 却是五月出头 尚有四五十日 等小生 先去说了三软弟兄 回来 那时 却叫刘兄去 朝盖道 嗯 也是 刘兄弟 只在我庄上等候 话修旭凡 当日吃了半赏酒食 只三更十分 无用起身洗树吧 吃了些早饭 讨了些银两 藏在身边 穿上草鞋 朝盖刘堂送出庄门 无用连夜 投十节村来 行到晌午时分 早来到那村中 但见 清郁郁 山峰迭翠 绿衣衣 桑拓堆云 四边流水 绕孤村 几处书黄 盐小径 毛颜棒剑 古墓成林 篱外高悬 孤九沛 柳音 咸懒 钓鱼船 吴学鸠 自来认的 不用问人 来到十节村中 镜头 软小二家来 到的门前 看时 只见枯装上 揽着树枝 小渔船 疏离外 晒着一张破鱼网 以山傍水 约有十数间草房 无用叫一声道 二哥在家吗 只见一个人 从里面走出来 生得如何 淡见 抠露脸 两枚竖起 略挫口 四面连拳 胸前一袋 盖胆黄毛 背上两只 横生板肋 臂脖 有千百斤气力 眼睛 射几万道 寒光 修言村里 一余人 便是人间 真太岁 那软小二走江出来 头戴一顶破头巾 身穿一领旧衣服 赤着双脚 出来见了是无用 慌忙声惹道 啊 教授何来 肾风吹得到此 无用答道 有些小事 特来相美二郎 软小二道 哦 有何事 但说不妨 无用道 小生自离了此间 又早二年 如今在一个大财主家 做门馆 他要办研习 用着十数尾 重十四五斤的金色鲤鱼 因此特地来乡头足下 软小二笑了一声 说道 小人 且和教授吃三杯 却说 无用道 小生的来意 也欲正要和二哥吃三杯 软小二道 隔湖有几处酒店 我们就在船里 荡江过去 无用道 最好 也要就与五郎说句话 不知在家也不在 软小二道 我们去寻他便聊 两个来到坡岸边 枯庄上揽的小船 解了一只 便扶着无用下船去了 树根头 拿了一把滑丘 直顾荡 早荡将开去 往湖泊里来 正荡之间 只见软小二把手 一招叫道 哦 齐哥 曾见五郎吗 无用看使 只见芦苇丛中 摇出一只船来 那汉声的如何 淡见 哥的脸横生怪肉 玲珑眼突出双精 塞便长短淡黄须 身上交加乌黑点 浑如生铁打成 以示顽铜铸铸铸 世上降生真悟到 村中换作 活颜螺 那阮小七 头戴一顶遮日黑若栗 身上穿个起死布背心 腰系着一条生布裙 把那只船荡着问道 二哥 你寻五哥做什么 无用叫一声 七郎 小生特来襄阳 你们说话 软小气道 教授数岁 好几时不曾相见 无用道 一同和二哥去吃杯酒 软小气道 小人也欲和教授吃杯酒 只是一向不曾见面 两只船 跟着在湖泊里 不多时 滑到个去处 团团都是水 高步上 有七八间草房 软小二叫道 老娘 老娘 五哥在吗 那婆婆道 说不得 鱼又不得打 连日去赌钱 输得没了分文 却才讨了我头上钗尔 出镇上赌去了 软小二笑了一声 便把船划开 软小七便在背后船上说道 哥哥正不知怎的 赌钱只是输 却不晦气 莫说哥哥不赢 我也输得赤条条的 无用暗想到 中了我的计了 两只船撕病着 投十节村镇上来 划了半个时辰 只见独木桥边一个汉子 把着两串铜钱 下来解传 软小二道 哎 五郎来了 无用看时 但见 一双手浑如铁棒 两只眼有似同灵 面上虽有些笑容 眉间却带着杀气 能生横祸 善将非灾 拳打来 狮子心寒 脚踢处 玩舌丧胆 何处密 行温使者 指此事 短命二郎 那软小五携带着一顶破头巾 并边插朵十六花 披着一领旧布衫 露出胸前刺着的轻郁郁 一个豹子来 里面扁扎起裤子 上面围着一条 尖到其死不守金 无用叫一声道 五郎得彩吗 阮小五道 哦 原来却是教授 好两年不曾见面 我在桥上望你们半日了 阮小二道 我何教授直到你家寻你 老娘说到出镇上赌钱去了 因此同来这里寻你 且来何教授去水阁上吃三杯 阮小五慌忙去桥边解了小船 跳在舱里 捉了滑急 只一滑三只船撕并着 滑了一些 早到那个水阁酒店前 看时淡见 前陵湖泊后硬波心 数十株怀柳绿如烟 一两档荷花红硬水 凉亭上窗开壁坎 水阁中风洞珠帘 修延三醉岳阳楼 只此便是彭岛客 当下三只船撑到水亭下 荷花荡中 三只船都懒了 府吴学就上了岸 入酒店里来 都到水阁内 捡一副红油桌凳 阮小二便道 先生 休怪我三个兄弟粗俗 请教授上座 吴用道 诶 使不得 阮小七道 哥哥只顾做主位 请教授做客席 我兄弟两个便先做了 吴用道 七郎只是姓快 四个人坐定了 叫酒保打一桶酒来 店小二把四只大盏子摆开 铺下四双煮 放了四盘菜书 打一桶酒放在桌子上 阮小二道 有什么下口 小二哥道 新宰的一头黄牛 花糕也似好肥肉 阮小二道 大块切十斤来 阮小五道 教授修笑话 没甚孝顺 吴用道 道来相扰 多激恼你们 阮小二道 修嫩的说 催促小二哥 只顾筛酒 早把牛肉切做两盘 将来放在桌上 阮家三兄弟 让吴用吃了几块 便吃不得了 那三个 狼仓虎食 吃了一回 阮小五东问道 教授到此贵干 阮小二道 啊 教授如今 在一个大财主家 做门馆教学 今来要对付十数尾金色鲤鱼 要重十四五斤的 特来寻我们 阮小七道 嘿 若是美肠 要三五十尾也有 莫说十数个 再要多些 我们兄弟们也包办的 如今便要重十斤的也难得 阮小五道 哎 教授远来 我们也对付十来个重五六斤的相送 吴用道 哦 小生 多有银两在此 随算价钱 只是不用小的 须得十四五斤重的便好 阮小七道 哎 教授 却没处讨 便是五哥许五六斤的 也不能够 须是得等几日才得 我的船里有一桶小活鱼 就把来吃酒 阮小七便去船内 取将一桶小鱼上来 约有五七斤 自去扫上安排 乘坐三盘 把来放在桌上 阮小七道 教授 胡乱吃些嘎 四个又吃了一回 看看天色渐晚 吴用寻思道 这酒店里虚难说话 今夜 必是他家全宿 到那里 却又理会 阮小二道 今夜天色晚了 请教授 全在我家 宿一宵 明日 却再计较 吴用道 小生来这里走一遭 千难万难 幸得你们弟兄 今日坐一处 焉见得这喜酒 不肯要小生还钱 今晚 借二郎家歇一夜 小生 有些须银子在此 相反 就此店中 孤一旺酒 买些肉 村中 寻一对鸡 夜间 同一醉如何 阮小二道 哪里要教授 坏钱 我们弟兄 自去成礼 不烦恼 没对付出 吴用道 近来 要请你们三位 若还不一小生 时 直此告退 阮小七道 既是教授 这般说实 且顺情吃了 却在理会 吴用道 还是七郎 兴致爽快 吴用 取出一两银子 富举阮小七 就问主人家 沽了一瓮酒 借个大瓮成了 买了二十斤 生熟牛肉 一对大鸡 阮小二道 我的酒钱 一发还你 店主人道 最好 最好 四人离了酒店 再下了船 把酒肉 都放在船舱里 解了拦锁 静华将开去 一直投 阮小二家来 道德门前 上了岸 把船 仍旧揽在庄上 取了酒肉 四人一起 都到后面坐地 便叫点起灯来 原来阮家 兄弟三个 只有阮小二 有老小 阮小五 阮小七都不曾婚娶 四个人都在阮小二家 后面水亭上坐定 阮小七 载了鸡 叫阿嫂 同讨的小猴子 在厨下安排 约有一羹相似 酒肉 都搬来 摆在桌上 无用 劝他兄弟们 吃了几杯 又提起买鱼 于是来说道 你这里 若大一个去处 却怎地 没了这等大鱼 阮小二道 诶 实不瞒教授说 这般大鱼 只出梁山坡里便有 我这十节湖中狭小 存不得这等大鱼 无用道 这里和梁山坡 一望不远 相同一派之水 如何不去打歇 阮小二叹一口气道 嗨 修说 无用又问道 二哥如何叹气 阮小五接了说道 嗨 教授不知 在先这梁山坡 是我弟兄们的一饭碗 如今绝不敢去 无用道 若大去处 终不成官司 尽打于先 阮小五道 哼 什么官司 敢来尽打于先 便是活阎王 也尽致不得 无用道 既没官司尽致 如何绝不敢去 好 本次播读 暂到这里 那么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文分解 您好 我是水清 微信公众号 水清独名助理 配有原著文本 可以边听边看 会优先更新 敬请关注 继继续为您播读 水浮传 第十五回 吴学鸠 说三软撞愁 公孙盛 应七星俱异 阮小五道 原来教授不知来历 且何教授说之 吴用道 吴用道 小生却不理会的 阮小七接着便道 这个梁山坡去处 难说难言 如今坡子里 新有一伙强人站了 不容打鱼 吴用道 哦 小生却不知 原来如今有强人 我这里并不曾闻得说 阮小二道 那伙强人 围头的是个落地举子 换作白衣袖士王伦 第二个叫做摩折天杜谦 第三个叫做原理金刚宋万 一下有个汉地狐狸竹柜 现在离家道口开酒店 专一探听事情 也不打紧 如今新来一个好汉 是东京禁军教头 什么抱死头临冲 十分好武艺 这几个贼男女 聚集了五七百人 打家结社 强卤来往客人 我们有一年多 不去那里打鱼 如今坡子里把住了 绝了我们的衣饭 因此一言难尽 吴勇道 小生时事不知有这段事 如何官司不来捉他们 阮小武道 如今那官司 一处处动弹便害百姓 便一生下乡村来 倒先把好百姓家养的 猪羊鸡鹅尽都吃了 又要盘缠打发他 如今也好叫这伙人奈何 那补道官司的人 哪里敢下乡村来 若是那上司官员 拆他们击捕人来 都吓得尿屎齐流 怎敢正眼看他 阮小七说道 我虽然不打的大鱼 也省了若干科差 吴勇道 嫩地是 那司们倒快活 阮小武道 他们不怕天 不怕地 不怕官司 论秤分金银 异样穿绸锦 成瓮吃酒 大块吃肉 如何不快活 我们兄弟三个 空有一身本事 怎得学的他们 吴勇听了 暗暗地欢喜道 嗯 正好用计了 阮小七说道 哎 人生一世 草生一秋 我们只管打鱼迎生 学的他们过一日也好 吴勇道 这等人 学他做什么 他做的勾当 不是吃账 五七十的罪犯 空子把一声虎威 都撇下 糖货被官司拿住了 也是自作的罪 阮小二道 如今 该管官司 眉慎分晓 一片糊涂 千万犯了弥天大罪的 倒都没事 我弟兄们不能快活 若是弹有肯带弃我们的 也去了吧 阮小五道 我也常常这般思量 我弟兄三个的本事 又不是不如别人 谁是使我们的 吴勇道 哦 假如便有使你们的 你们便如何肯去 阮小七道 啊 若是有使我们的 水里水里去 火里火里去 若能够受用的一日 便死了 开眉斩眼 吴勇暗暗喜道 这三个都有意了 我且慢慢的诱他 吴勇又劝他三个 吃了两寻酒 正是 只为奸邪 屈有才 天叫恶药 下凡来 试看阮氏三兄弟 截取生辰 不义才 吴勇又说道 你们三个 敢上梁山坡 捉这伙贼吗 阮小七道 哼 便捉得他们 哪里去情赏 也吃江湖上 好汉们笑话 吴勇道 小声短见 假如你们 怨恨打鱼不得 也去哪里撞愁 却不是好 阮小二道 先生 你不知 我弟兄们 即便商量 要去入伙 听得那白衣秀 是王伦的手下人 都说到 他心地狭窄 安不得人 前番 那个东京 临通上山 欧尽他的气 王伦那次 不肯胡乱拙人 因此 我弟兄们 看了这般样 一起 都心懒了 阮小七道 他们若是老兄 这等慷慨 爱我兄弟们 变好 阮小五道 那王伦 若得四教授 这般情分时 我们也去了多时 不到今日 我兄弟三个 便替他死 也甘心 无用道 亮小生 何族道在 如今山东 河北 多少英雄豪杰的 好汉 阮小二道 好汉们尽有 我弟兄 自不曾遇着 无用道 只此间 运城县东西村 朝保证 你们曾认得他吗 阮小五道 莫不是叫做 拖塔天王的朝盖吗 无用道 正是此人 阮小七道 虽然与我们 只隔得百十里路程 缘分浅薄 文明不曾相会 无用道 这等一个仗义 输才的好男子 如何不与他相见 阮小二道 我兄弟们无事 也不曾到那里 因此 不能够与他相见 无用道 小生这几年 也只在朝保证庄上 左近交些村学 如今打听的他 有一套富贵待取 特地来和你们商议 我等 就那半路里拦住取了 如何 阮小五道 这个却使不得 他既是仗义 输才的好男子 我们却去坏他的道路 须持江湖上 好汉们知识笑话 无用道 我只道你们弟兄 心智不坚 原来真个稀客好意 我对你们实说 国有协助之心 我教你们知此一事 我如今 现在朝保证庄上住 保证闻知你三个大名 特地叫我来 请你们说话 阮小二道 我兄弟三个 真真实实的 并没半点假 朝保证 敢有件奢折的私商买卖 有心要带起我们 一定是反老兄来 若还端地有这事 我三个若舍不得性命 相帮他时 残久为世 将我们都遭横事 恶病临身 死于非命 阮小五和阮小七 把手拍着博相当 这一枪热血 只要卖于实货的 无用道 你们三位兄弟在这里 不是我坏心术来诱你们 这件事 非同小可的勾当 穆金朝内蔡太师 是六月十五日生辰 她的女婿 是北京大名府梁中书 即日起 借十万贯金珠宝贝 与她丈人庆生辰 今有一个好汉 姓刘明堂 特来报之 如今 欲要请你们去商议 聚几个好汉 向山凹僻净去处 取此一套富贵不义之财 大家 托个一世快活 因此 特叫小生 只坐买鱼 来请你们三个计较 乘此一世 不知你们心意如何 阮小五听了道 巴巴 叫道 曲哥 我和你说什么来 阮小七跳起来道 一世的指望 今日还了怨心 正是骚着我养处 我们几时去 无用道 请三位即便去来 明日起个五更 一起都到朝天王庄上去 阮家三弟兄大喜 有诗为证 学究之书 起爱财 阮郎娱乐 亦悠哉 只因不义金诸去 致使群雄 聚意来 当夜过了一宿 次早起来 吃了早饭 阮家三兄弟 吩咐了家中 跟着吴学鳩 四个人 离了十节村 拽开脚步 取路 投东西村来 行了一日 早望见朝家庄 只见远远的 绿槐树下 朝盖和流塘 在那里等 望见无用 引着阮家三兄弟 直到槐树前 两下都撕见了 朝盖大喜道 阮氏三雄 名不虚传 且请到庄里说话 六人 聚从庄外入来 道德后堂 分宾主坐定 无用把钱话说了 朝盖大喜 便叫庄客 宰杀朱阳 安排烧纸 阮家三兄弟 见朝盖 人物宣昂 欲言洒落 三个人说道 我们最爱结实好汉 原来只在此见 今日 不得吴教授相淫 如何得会 三个弟兄 好生欢喜 当晚且吃了些饭 说了半夜话 次日天晓 去后堂前面 列了金钱 纸马香花灯竹 摆了夜来煮的 猪羊烧纸 众人见朝盖 如此至诚 尽皆欢喜 各个说世道 梁仲书 在北京 亥民 炸得前雾 却把去东京 与蔡太师 请生辰 此一等 正是不义之才 我等六人中 但有思义者 天地诛灭 神明见察 六人都说世了 烧话之前 六愁豪汉 正在后堂散服饮酒 只见一个庄客报说 门前有个先生 要见保证化斋粮 朝盖道 你好不小事 见我管带客人 在此吃酒 你便与他 三五生米便聊 何须只来问我 庄客道 小人话谜于他 他又不要 只要面见保证 朝盖道 一定是嫌少 我便再与他 三二斗米去 你说与他 保证今日在庄上 请人吃酒 没功夫相见 庄客去了多时 直见又来说道 那先生 与了他三斗米 又不肯去 自称是一清道人 不为钱米而来 只要求见保证一面 朝盖道 你这思不会答应 便说今日 为时没功夫 叫他改日 去来相见拜茶 庄客道 小人也是这般说 那个先生说道 我不为钱米斋粮 闻之保证是个义士 特求一见 朝盖道 你也这般馋 全部替我分忧 他若再嫌少时 可以与他三四斗去 何必又来说 我若不和客人们饮食 便去私剑一面 打什么锦 你去发扶他吧 再修药来说 庄客去了没半个时 只听得庄外热闹 又见一个庄客 非也是的报道 那先生发怒 把十来个庄客都打倒了 朝盖听得 吃了一惊 慌忙起身道 众位弟兄少坐 朝盖四去看一看 便从后堂出来 到庄门前看时 只见那个先生 身长八尺 道貌堂堂 生得古怪 正在庄门外 绿槐树下 打那众庄客 朝盖看那先生 但见 头丸两枚 蓬松双压计 身穿一领 八衫短鹤袍 腰计杂色彩丝涛 背上松纹古铜剑 白肉脚 衬着多尔麻鞋 紧囊手 拿着憋壳子扇子 八字眉 一双杏子眼 四方口 一步落腮弧 那先生一头打 一头里口里说道 不识好人 朝盖见了 叫道 先生息怒 你来寻 朝保证 无非是 投摘化缘 他已语了你米 何故称怪如此 那先生 哈哈大笑道 贫道 不畏九十千米而来 我去的十万贯 如同等闲 特地来寻保证 有句话说 颇奈村夫无礼 毁骂贫道 因此兴发 朝盖道 你可曾认得 朝保证吗 那先生道 只闻其名 不曾会面 朝盖道 小子便是 先生 有甚话说 那先生看了道 保证羞怪 贫道 骑手 朝盖道 先生少请 到庄里拜茶如何 那先生道 多谢 两人入庄里来 无用见那先生入来 自和刘堂三软 一处躲过 且说朝盖 请那先生到后堂 吃茶一罢 那先生道 这里不是说话处 别有什么去处可做 朝盖见说 便邀那先生 又到一处小小阁内 分宾坐定 朝盖道 不敢拜问先生高兴 跪乡何处 那先生答道 贫道 父姓公孙 单会一个圣子 道号 依清先生 小道士 济州人士 自幼乡中 好袭枪棒 学成武艺多班 人但呼为 公孙盛大郎 未因学得一家道术 亦能呼风唤雨 驾雾腾云 江湖上都称贫道座 入云龙 贫道久闻 运城县东西村 朝保正大明 无缘不曾拜时 今有十万贯金珠宝贝 专送于保证 做觐见之礼 为之义事 肯纳受否 朝盖大笑道 先生所言 莫非北地生成纲吗 那先生大惊道 保证何以知之 朝盖道 小子胡猜 为之何先生义否 公孙盛道 此一套富贵 不可错过 古人有云 当取不取 过后莫悔 朝保正心下如何 正说之间 只见一个人 从格子外 抢江入来 劈胸揪住 公孙盛说道 好啊 明有王法 暗有神灵 你如何商量这等的勾当 我听得多时也 吓得这公孙盛 面如土色 正是 积谋未旧 争奈窗外人听 既策才师 又早萧强祸起 毕竟抢来 揪住公孙盛的 却是何人 且听 下回分解 另外 水清独明柱Q群 可以为共同兴趣爱好者 欢聚畅聊 全号246519787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